近些年来中国游客前往南亚东南亚旅行的人数不断增多,但是却有这么个地方却贫,白被中国旅游吐槽,那么这里是哪呢?就虽利不远看看吧,没错这里就是河内河内,作为越南第二大城市,位于越南北面的红河三角洲战壁面积,大约为3358平方公里,大约有800万人,因为这里必是平坦土壤,肥沃农业非常发达,越南建成大约有一千多年,了早在三千多年,前这里,就有人寄居, 是因为当地历史文物丰,副所以在世界上,有千年文物值得得美称,尤其在中国西汉年间汉武大帝,在这里开建交纸郡河内,得到了有效的开发自此之后,河内的发展开始增速,尤其是在大隋时期,这里更是和广州遥相辉映,成为了中国南方重要的港口,到了中国的盛唐时期,河内改名,为紫城,而且在2007年,这里还出土了台朝安南都,副府遗址更能证明这里,曾经是中国不可各分的一部分, 然而直到如今,越南将曾经东南亚重要的港口治理,得如此破败不堪电线交错连接衣,便都不亚于印度污水,横流在街道上垃圾,暴露在太阳之下发出阵阵意味, 因为杂乱无章的事件以及低下的治安河内,成了中国游客,最不喜欢的东南亚首都很多游客表示,和中国四线城市相似专门坑中国游客,一些导游会强制性游客购买东西,而且强行收取消费,而且前些日子一些大陆游客去,河内旅行因为身穿T恤衫,不符合要求各种绕查,所以去越南的中国游客增长速度有所缓慢,但,是依旧有分无减, 这些游客回去一趟河内的新藏八亭广场,这么说吧,河内是越南的新藏,那么八亭广场,就是河内的新藏每逢越南佳节当地人民,就会汇聚八亭广场来一场盛宴,所以来到河内一定要去八亭广场打卡,当然了作为越南历史的见证,场所越南历史博物馆,里面珍藏,这自然史时代至1945年的全部历史其中还包括西汉统治时期,隋唐统治时期的全部历史来到大厅,你会看到,越南地形,天然资源图, 越南各民族分布图,其越南在东南亚地区的位置,值得一提的是去河内,一定要去趟环剑湖,作为河内第一风景区来到这里,遇到好的天,西兰天倒映在水面上白银落在了水里这个时候,无论你怎么拍照,都能拍出你朋友最美的一面,如果你是爱看戏的老人,你可以去看一场水上木偶戏,这要赶上节日才能看到的剧情,一般是越南人日常生活片段,有以打鱼,插秧等河水,有关的活动居多,这就是越南河内,虽然有很少,越南河内, 很多中国游客不喜欢它,即使它和中国的四线城市形似即使,它坑了很多中国游客,但依旧有很多中国游客翻向衙装,